還要帶您看到 這起英國政壇的刺殺事件 這個被刺殺的人 他曾經在二零一五年訪臺 他是英國的下議員 下議院議員 嚴敏時 他在當地的時間 禮拜五中午預席 身中多刀 在案發現場就已經不治了 這是英國近五年來 第二位被刺殺的國會議員 嚴敏時從一九八三年開始 就擔任英國國會議員 是特別關注動物福利 因為服務公眾有功 還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被封為爵士 同年他也參加國會議員的 訪臺團 跟十任的總統馬英九會面 英國警方逮捕一名二十五歲男子 也查獲一把刀具 根據英國媒體報導 這名男子是索馬利亞籍的 目前全案已經交由 反恐專家的調查 不過還沒有辦法斷言 是恐怖分子所為